上半年事业顺风顺水 储蓄不减反增的生效 会翻盘成为赢家 今年有很多时间 可以改变一个身无分文的人 如果我们看清了现在的机会 那么上半年的时间就不会浪费了 可以把生意做好 获得更多的储蓄 这是一个成功人士的体现 今日所指的生效 在今年上半年一天都不会浪费 能够双倍的进步和收获成果 让积蓄不至于减少 扭转人生的失败 踏上了聚宝盆 财运极其旺盛 这横财发家常态 即使有机会也难以捕捉的 另一方面 对于少部分的属龙人来说 他们会逐个撞上桃花 爱情会很顺利 同时也要明白 自己应该付出多注意控制自己的脾气 远离吃喝玩乐的朋友 相信只要行动 就会有所收获 日子只有甜没有苦 二月底以来 生效龙有福星 运势极祥 财源滚滚 财源滚滚 事业也顺风顺水 黄金万两 进阶大吉大利 生效龙万事大吉 生效龙天生聪慧 反应令民洞察力强的特质 让他颇有财运 容易获得意想不到的财富 今年此为龙德天喜 能带来好运和欢乐 生效龙一年四季都可以被围绕 升职加薪的机会比较大 他们的性格特别强 在职场上可以一个人应付 因为比较固执 即使这是领导的意思 他们不同意 到最后一定会对领导说实话 这种勇气真的非常难能可贵 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勇气 只因为属龙的人可以 如果有的话 升职的机会会比较好 在职场上 不会被别人淘汰 有很多在现场演讲和表演的机会 让自己进步得很快 虽然属龙的人说自己有时会因为太固执 而陷入某种陷阱 但这也反映出 他们是一个非常职合认真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会脱颖而出 今年上半年的收获更加明显 他们能够扭转一切不好的事情 也能够对很多问题了如指掌 顺利的进展也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自信心 从此 家庭结构悄然发生变化 事业和事业也日趋顺畅 总能让自己成为最高层次的人 上半年的成绩肯定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生肖猪 生肖猪二月运势不错 主财运丰厚 有很多机会可以帮助生肖猪获得更好的偏财 在事业上有所突破 赚大钱 尤其是在他们充满惊喜的时候 他们出去的时候可以收钱 这个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发大财 属猪的人温文尔雅 为人正直 在生活中能得到贵人的扶持 一帆风顺 他们的缘分各方面都非常好 让人十分羡慕 交到很多生意上的朋友 对你的事业发展和壮大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他们有机会赚大钱 所以需要观察 耐心分析 把握机会 一定会地赚很多钱 不仅会给你的事业 提供良好的晋升和加薪机会 在投资和理财方面也有很多好处 尤其是意外横财的好运气 中奖率很高 感情方面 属猪人本月运势不错 容易找到心仪的对象 已有对象的可以一起结婚 拥抱美好 属猪的人生性很乐观 也很稳重 他们在家庭生活中 尤其是在事业领域 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都能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一方面 他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轻松 另一方面 他们今年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从上半年开始 他们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很快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他们是比较感性的人 对事业的发展也有帮助 可以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 当然今年上半年 他们会没有后顾之用 家庭生活也会更好 如果你喜欢它 你的事业不会停止 你会比过去赚更多的钱 生肖牛 属牛人争强好胜 会尝试每一个机会 财运旺盛 工作很顺利 生产力也很好 身体的毛病也没有了 但是对于运势来说 有点不尽如人意 但是这样糟糕的情况 也持续不了多久 因为属牛人会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只要以冷静的心态 去面对和选择 就能带来财富 甚至发财 有贵人的庇佑 三颗事业极星相助 事业发展光明 财源滚滚 财库充裕 衣食无忧 人生登峰造极 属牛的人被认为 是十二生肖中 最好相处的人 他们活泼 开朗 乐观 为人处事充满热情 真诚和善解人意 生肖可以保持碗里的水位 生肖牛也有自己的标准 所以生肖牛是一个很好的人 经常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 在一些关键时刻 属牛生肖朋友从本月二十号开始 可以得到福星的帮助 财运会很充裕 一切都会很顺利 他们会赚很多钱 他们确实有偏财相助 数钱的时候手都麻了 属牛的人 二月二十日起 财神云集 四方贵人相助 财运旺盛顺遂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好好把握自己的机会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一定能大显身手 所以属牛的人 很快就能过上好生活 牛年出生的人非常积极大方 为人处事也非常细心 今年上半年会有更多的进步和进步 相比去年同期 他们会有了意想不到的新好处 比如改变了家庭结构 事业上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他们可以更快地积累财富 有能力挣钱 也更有能力改变目前的生活状况 从而实现积极的变化 生活 他们的好 一天才刚刚开始 当然不会突然停止 这一年一直走在进步的最前沿 属狗人的工作运势会逐渐好转 能够神冷静地工作 执行自己的计划 工作上收获欠佳 名利双收 属狗人只要抓住机会 就能克服重重障障碍 开创新局面 不过成功并不容易 没有痛苦 就没有收获 属狗的人不要气馁 即使近期遇到困难 也要努力坚持下去 要做的事情会很多 今年流年遇水旺之事 一定会借水带财 工作上一定会发财 一帆风顺 生肖属狗的朋友有福气 从小就富贵尊贵 一生衣冠楚楚 喜鹊抱喜 才望百倍机会来了 你就能赚到钱 财富是挡不住的 孩子很聪明 长大后有出息 孝顺父母 后半生无后顾之忧 狗很骄傲 不想比别人差 从小他们就一直在进步 由于他们的天赋和智慧 他们可以不断地超越别人 成年后 他们不断进步 可以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受到很多大公司的追捧 这个月 他们能够在人脉方面有所突破 利用新的资源为自己获取财富 偏财运十分丰厚 生肖狗2023年运势最大 生肖狗今年的运势是 星贵将留在粮食经营 和商官发财的集运中 集星大放异彩 福气满满 将军星可以说是生肖狗的第一集星 很容易导致职务坚定加星 侯爵将军头衔 永久晋升 全年财运最吉祥 得欲太岁支柱 一人以下一万人以上的运势 将达到顶峰 属狗的人命工有一颗财星 事业发展特别好 不但能得到贵人相助 财运亨通 顺风顺水 也有望如愿以偿 占据重要职位 获得权力 获得财富和无限的财富 另外 家里喜事不断 单身的人即将结婚生二胎 生活事业顺风顺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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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